就这个轴得明显的这个地方 得有这个东西 你这个后边有了 前面几乎没有 到最后一下过来了 这不行 就是一坐就得有这个东西 你练着 一直得看出来它这个轴在走 你得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轴是领着走的 你就这个动作练的时候 我很早就跟你们说了 三年前我回来 每天照着镜子得这么练 你看还是有点差了20% 就是一定是很明显的 这个动作在这 因为你这个腰这一方都堵着 这个时候是很轻松的 在这没有东西 在这个轴你看出来它领着劲了 这个很难 因为它在这一方要突破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得给它让位 就是反复走这个东西 走到这看不出来了 启示的地方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你看我怎么站的 你们都别管 是有这么行吧 咱现在就练这个轴 练呢就是就是这么练 练这个轴 你们就是老想练这个套路的这个动作 让那个动作把你封住了 你一到这里你又停了 就是就是这么样 然后觉得顺了之后再控制手 一开始这个手 它跟着这么走的 然后你看你觉得能能好点了 这个手让它走得小一点 可以走前后 就反复练这个轴和肩 让它有感受 你就是这个轴走这个圈 这个地方 这一段走得很好 你走这个走得很好 然后呢 这个上面这个你也得这么走 这个上面也得走这个东西 我把手故意拿掉它 你这个轴你得这么走 你看手就划起来了 把手再伸出去就行了 手伸在这地方别跟着回来 也别跟着左右 你看 到了这儿来的时候 它得翻过去 就是这个翻 要走这个 对着这儿的话 你看手是不是走个前后 轴往外突出一点没关系 因为它要翻过来 要这么翻过来 要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然后再到最后 轴翻它的翻 这么翻 手这么走 一开始手它跟着走了 这就圆滑的这个 能找着这个轴的劲 但你再加上手的劲 它难度就更大了 这就是360度就开了 要不的话 只是在180度里面开 你看这个轴底下的时候 你觉得是有个东西堵着 你能有这个劲 掉了的话 就是它自己这么就过来了 你这个上面你看 应该是一转 这么样 你有点这么就过来了 就是它不够满 你看你划这个 到这儿来 你得这么划过来 你别到这儿来 它又回来了 我们是实际上 整个胳膊一紧 一紧这个地方硬别 把里面憋开它 一憋开它 从里面出来的 不是这么 这么样 这么样 就这么样